大家好,我是阮耀斌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团集会 在一个童筋团中会有一些常态性的固定的训练与活动的时间 我们称之为团集会 团集会是由团长领导童筋的活动 也是童筋经常训练的方法 每一次团集会,时间大概是以90分钟为标准 在团集会中,可以让孩子们小队自动自发地发展团队合作的精神 促进全体进步以各小队之间的友谊竞赛的心理 使得整个团体的成绩有更好的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说团集会是野外生活的准备 是室内活动的重心 也是团训练童筋的一个重要方法 那更是团的骨干 没有团集会,那团就会没有生命 一个好的团长要做好童筋的训练 先节要见识,要努力做好团集会的活动 一般团集会的活动并不是静态的上课 而是融合活动、技能、训练、唱跳、歌唱、游戏 在动静交错中训练及培养孩子群体生活的能力 以现在的社会环境及时空背景 团集会大体会选在市区内的 可以集会及活动的地方 例如像公园或学校 大体而言是两个礼拜有一次团集会 时间上也会在固定的时间 以方便大家规划自己的作息 请进行李宗盛